佛教是我幸福人生的根本追求 那么这个净土是佛的修行所改的 那非常的清净专业 如果我们的心闺蜜阿弥陀佛 它的能量它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那么社会当中如果正能量能够增长的话 就会平安 在社会当中它就像春天的气息 会滋养一切的万物 这个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心 都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和作用 所以我感觉最重要的 还是内心里边要有丰富的营养 而这个丰富的营养 说一千到一万都不能离开本质的慈悲 祢应该换成分之人 为何伞俚 Lang 山清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平常在这个方面也说得少 当然这一问就想起来当年出家的情形 所以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出家 不仅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 从家人到同学到同事到领导 有来挽留的 有来阻止的 也有叹息的 也有落泪的 那么最终呢 当然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出来家 因为当时我们这种出家呢 是经过了慎重的选择 就是出家之前啊 已经是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对一般的佛教的大乘经典 也都涉及到的都读了一下 所以我当时我是感觉到 因为那个年轻人的时候 对思想也比较回忆 那么对人生的问题啊 思考的也比较多 所以就我当时的感觉呢 就觉得这里有我们 有我个人人生幸福的真理所在 而且也是对所有人 都是有光明的地方 就好像在一个干枯的沙漠当中 迫切地需要水 当然虽然没有得到一望清泉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看到了有水的迹象 好像有泥 很潮湿 那么我想这个人 他会坚持不懈地挖下去的 我当时的心情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佛教是我 这个幸福人生的根本追求 也就是真理光明的所在 所以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推动着一定要走这个出家 因为感觉如果不出家 可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好 感谢共同法师 通过您刚才的给我们分享呢 我们广大网友呢 也知道了您出家之前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从94年正式出家 到今年呢 也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了 20年呢 对于人生来说 是一个不短的一个时间 那么您能给我们谈一谈 在这20年里 您这个出家的 这样一个经历和感悟吗 这个当初是小和尚 现在20年一过 都成老和尚了 这时间确实非常的快 20年呢 我想大致有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苦闷求法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感悟念佛的阶段 第三个呢 就是弘法不教 那为什么说苦闷求法呢 就一旦像刚才所说的 感知到佛法当中 有真理的光明 有我内心理想所追求的 可是呢 并不是马上就能得到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 他心是很苦闷的 这种苦闷 比世间任何的苦闷都要深重 它就像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 我们一般讲苍蝇吧 或者是这种蜜蜂 被人家追赶 然后看前面是一个玻璃 是一个窗户 它就飞过去 可是呢 被玻璃打住了 它知道这里一定可以过去 光明是外面 可以冲出去的 但是它没有透打 那我也知道说 佛教里边有我的理想 有我的光明 有我的幸福 但是我走到这个地方来 挡住了 就是你心里通过 你虽然看着前面有光明 可是你通不过 那这个时候就很苦闷 我就记得我在寺院里也好 看见年轻的 因为寺院里边像我出家 当然不算年龄太大 但也毕竟是将近三十 还有一些寺院里一些小沙米 那他们还比较年轻 有时候又在那里打打闹闹 那我看见他们打打闹闹 我都会很黯然神伤地离开 我觉得说 佛教讲的就是 了生死 成佛道 你得到解脱法能 那我就感觉到 我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就是可以讲是 茶不思饮 饭不思食 夜不能安卧 那我们寺院里上早晚课 一定有一种 警测性的 比如说晚课里就说了 事日已过 命则水减 如少水鱼 似有何乐 就今天又过去了 我们的寿命呢 不是增加了 而是减少了 就好像一个鱼在养的水缸里边 这个水缸是漏的 它每天每滴都往下滴 这个水是越来越少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鱼在里面有什么快乐呢 那就说我们的人生啊 过了一天 这个寿命的水就滴了一点 在这个水滴干之前 你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大海 不然的话就死路一条 所以每当唱到这个地方呢 心里面也很紧 纠紧 那么这样的过程呢 从我接触佛教 一直到出家之后一段时间 那我想大约经历了七年的时间 所以这七年过得是很苦闷 那么随后呢 当然我因为一开始接触佛教 也是自己跟年轻人一样嘛 就是自视比较高 那么一般都是从禅宗来入手啊 一些佛教的 像金刚经啊 楞严经啊 这基本的大乘经典啊 比较用力多一些 那后来呢 也转移到了净土法门 对净土法门也是很有好感和倾向 但是呢 也仍然没有找到 那种安身立命的 让我们内心啊 非常稳固坚定的法喜 和这种解脱 必定的一种成效 还是没有感受到 那么这样经过了几年之后呢 也有特殊的机缘 这就是所谓的沉淀也好 或者积累也好 或者佛菩萨的一种 暗中的加持也好 因为你有诚心 佛有感应 那就让我接触到了 善导大师的 念佛法门 那么我一旦 接触到善导大师思想之后呢 就是当时可以讲 所有的疑惑 都通通的打开了 就是感悟念佛 那么悟到什么 就觉得说佛教所讲的 以前所说的一切的理论 今天终于成现实 比如新经里面讲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又说呢 能出一切苦 真实不虚 那这些话都经文所讲 可是如果以我们以前来讲 没有落实在心中来 能出一切苦 真实不虚 可是感觉到佛法所讲的 似乎跟我不相应 你说是真实不虚吗 我还很苦闷着 但是一旦了解了 善导大师所讲的念佛法门 我们真正觉得这句经文 就落实在我们心中 就知道真正的佛法 能让我们能出一切苦 真实不虚 这样你的看佛经 感到特别亲切 你也觉得佛所讲的 不再是一个 比如说金刚经讲佛 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应于者 佛是如何的大慈大悲 又是如何的一切智人 那以前都觉得是个赞叹的语言 没有落实在我们心中 可是一旦感悟到念佛之后呢 就觉得这一切 是那样的亲切自然 是那样的 这个 贴切 所以在心中所有的迷雾就打开了 就好像刚才讲的 这只蜜蜂 它通过玻璃不断地撞 突然旁边有个窗户开 飞出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它以得救的一种欢喜 感到前面一个广大的天空 也不在里面被人追赶 这个是第二阶段 那当然这样的 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法喜 你很自然地从内心里边 会永生一种力量 就是说 这种利益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弥陀的慈悲 是可以平等 让任何众生得到 他今生的幸福 乃至未来究竟的幸福 所以就非常希望 把这个法郎告诉有缘的人 就是走向了 弘法布教的路程 就好像这个蜜蜂飞出去了 它又飞回来 呼唤它的同伴 你们要从这个地方离开 可能就没有危险 所以我在后面的时间 就比较长 大概经过了16、17年 就在做这项工作 那么这项工作呢 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初期的弘法 就是辗转各地 我这个人呢 做事也有一点 年轻的时候 还是有点鲁莽 一旦了解这个法这么好 就非常热心地 想告诉所有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 也还年轻 怀着一个 虔诚心也好 一种执着追求心也好 总是从一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非常怀念 这个初期弘法的日子 我们所走的地方 我们所走的地方 以我个人来讲 中国除了西藏 新疆 青海和内蒙 我还没有去 为了弘法 所有其他地方都因他变 那么走的这个地方呢 往往因为我没有到场 也没有背景 那就是靠一颗心 但是也受到很多的 信众的欢迎 那就是从一个山区到一个山区 一个城镇到一个城镇 跟他们坐在一个热炕头上 有时候坐在一列车里边 那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定的信众的基础 在这个之后呢 就走向第二步 因为信众会越来越多 光靠我们这样口舌去讲 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就前一第二步 就印经流通 我们就走到第二步 那么经速流通之后呢 效果也就更加的明显 这时候很多的信众 包括一些出家师傅 都会聚拢过来 他们就要求说 一定要一个自己的安乐 一个道场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上午骗瓦 下午寸头 都是在走动 这样呢 就第三个阶段 就是建四安僧 建立一个寺院 比如今天这个红燕寺 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 那目前呢 应该说是第四个阶段 就是讲法教学 这是我这一个阶段 主要要做的 就是把我们这个法门 一些主要的经典 法本 祖师的传承 要把它系统的 完整的讲解出来 让教导后学 让大家都有一个 可以参考 这些年来 大致就这样走过来 当然我们从外表来看 好像是个人在努力 其实呢 它背后有一只 无形的手 就是阿弥陀佛在推动我们 在去做 如果说我们个人的话 是没有这个力量 毫无这个资格 可以有半点的工作成绩 在这种弥陀无形的 手的推动下 也有更多的信众啊 法师联友 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来讲 它是有那么一点 小小的成效 感谢 感谢 精神法师 那么我们知道 您住持的 弘院寺呢 是坐落于 安徽宣城的 静庭山 我们知道啊 这个静庭山呢 自古以来就有 江南诗山的 这样一个美誉 唐代大师人李白 曾经呢 七次登陵过此山 并且留下了 相看两不厌 唯有静庭山的 这样一个千古绝具 那么我们想知道 在这样一个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 深厚佛教背景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 宏愿寺座主持 您有什么样的 深刻感受呢 我们任何人 虽然都生活在现代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从个人来讲 他对一个历史的根 就像刚才所说的 也一个文化的脉 所以这个呢 是不能间断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如果负责任的话 他应该对得起历史 也应该呢 能够走向未来 那么作为洪愿寺 这么一个 有一定影响力的寺院 承载着历史和文化 一个广大的背景也好 或者是他一份遗产也好 尤其是在当代 也有这么多的信众 千千万万的人 他的心聚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呢 担任一个领头人吧 所以感觉到责任是特别重大 就我们怎么样领导 这一个团体 和这千千万万的信众 它是非常 一个重大的责任 肩上一个重大的担子 那我刚才说到 以我们个人的能力来讲 德行是完全不足以挑的 那么又如何来走这一步呢 我个人的感受啊 就是一定要以法为中心 所以法就是佛法的法 那么以法为中心的话 它能够保证这个团体的 有一个灵魂 那么以法为中心 它的潜台词 就是说不能以个人为中心 因为在寺院里边 作为领导人 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 代表人物 很多人会把他的心思 把他的想法会聚到你的身上 眼光聚到你的身上 那么你要如何地去做 而宗教这个团体 它和一般的团体呢 有它相同也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讲企业 这个企业的团体啊 它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化 那么利润获得之后 有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 那么大家心里就平了 所以它呢是比较单纯的 那么寺院这个团体 可以讲看上去很松散 什么人都可以来 姓仲伟可以今天来 明天可以不来 那么出家法师 今天可以来 明天可以被包走 所以它这个看上去很松散 但其实它内核是比较坚固的 因为它是信仰的凝聚的 那么同时呢 你在寺院当中 你也没有世间的这些手段 比如说我经济上 或者说在职位上 那你怎样去调节人家 人家来也不是为了经济来的 对不对 人家都是奉献的 那么出家人包一杯就走 他也不是来求官的 所以这些你要 世间的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是一样都不灵的 但同时呢 它有一个很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他把他所谓的心 就是倾向于你 如果你得到他的心 他完全身心的会依托 所以这种仰赖 这种拜托是非常临重的 他也让我们的心里边 做一个寺院道场的一个负责人 就是说你承载了别人 一个很大的拜托 比如说人家说托姑 他这个人要死了 把他的姑娘托给你 这是非常严重的托付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现在人家来了以后 是把他整个的心 把他的幸福托给你 因为大家为什么来到寺院 往往是在社会上 或者是有一些不平 或者是你不亲近 或者受到伤害 或者是这样 他感到很迷茫 他的心没有出路 那么现在来到寺院里面 托付给佛祖 那佛祖看不见 那么有一个具体的人 所以这样来托付给你 所以这种托付 如果是一个人 你还可以应成 成了千千万万人的托付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人 你要怎样大的心力 可是我们毕竟是凡夫 那我们个人是承载不起 这一份托付的 那只有一佛法为中心 就可以 因为大家奔着信仰来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以法为中心 那么以法为中心 它会让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平等 没有高下 就是说我做一个 寺院的主要负责人 或者是主要的执事 他和亲众和性众都是平等 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法当中 得到了资养和利益 这样就很好 就显示一个平等 第二呢 它就是给你坚定有力量 你往往做一个决定 也可能多数人认为说应该做 但是在我这个立场上 很可能我会说 这个不可以做 那么也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不可以做 那我一个人会说 这个一定要这样做 那么你这样做 你怎么去做出决定 你怎样说服大家 而且你这样决定 你心中会不会有底细 那么事件来讲 可能是所谓的民主原则 要投票 但是在寺院这个团体当中 我觉得特别在法律修学方面 不是靠投票来解决的 那比如说 因为大家是靠你 做引路人的 这一团人在这个峡谷当中迷路了 你是向导 那么有一百个人 他们投票说 该往这里走 可是你向导 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死路 走不出去的 那你说那好吗 你们大家都决定了 我们跟着你走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说不可以 这里是此路不通 一定要从那里走 那就说你对这个 整个过程你是了解 那我们本身做出一个决定的话 就对法义上 它符合不符合佛教的教规教义 符合不符合众生的心理去向 对个人 对他人 对团体 对社会 对佛教 对一般的世俗 它如果都是符合了法的精神 一定都是有利益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做出的决定 即使跟大家不一样 你也会坚持 你就会有力量 往往你这种力量 会给大众信心 大家就会好好地跟从 所以觉得这是第二点 第三 既然以法为忠心 它就很清静 如果以个人为忠心的话 它会很染物 也会增加很多是非 因为个人 就是人情长短 或者说你嘴巴大 那你讲的算数 不是那样的 既然以佛法为忠心的话 它有标准 让大家心里边都能够幸福 而且对方方面面的利益 它是很自然的 很微妙的都能照顾到 就像刚才讲的 各种各方面的利益 都有一个共同性的 不可能说 像世间的很多事情 如果带有我们人情的观点的话 可能你对自己有利益的 就对对方做了损害 那么如果以法来讲 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得利 那么再说下来讲 它能够避免一个大的缺失 就是个人忠心会导致呢 在宗教这个团体 比较容易形成 好像个人崇拜这样 那么个人崇拜 它会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那么尤其在宗教这个领域当中 它会滋生很多毛病 如果发展到极端 对社会 对信众 可能都会走向一个极端面的话 那个就非常危险 所以往往比如我们看一些 国内外的古今的一些 邪教的组织啊 往往都是非常的个人崇拜化 就是把它的光环照在自己身上 那我们这里以法为中心的话 就一切都要走向法 走向佛陀那个地方 这样它就会很平静 对整个社会 对这个团体的健康 有机的 有序的 正常的生长 就非常有帮助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在佛教界呢 都有这样的说法 说我们洪院寺在中国 是专门弘扬 善导大师 净土思想的 最著名的这样一个道场 那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 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您给我们详细谈一下 我们个人心中到 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定位 说我们现在是 是这样的 不过 问起来的话 也应该有它一些实际的原因吧 那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 宗旨非常专一 由专呢 才能做到精 比如像现在 像大超市也有 但是卖专业店的人 也很多 因为佛教也好 学术也好 宗派也好 佛他非常的博大精神 甚至 这一门一派 你能钻进他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 对于宏洋寺来讲呢 我们是特别的突出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那我们中国净土中呢 一般来讲有 十三位 或者说有十五位祖师 那么这些呢 在我们宏洋寺这个系统里边 我们是专门突出善导大师的 这样不是对其他祖师的一个 或者否定不认可 只是说 这么多的祖师 他的理论系统当中 他应该要有一个主帅 像一个龙 很长 他一定要有一个龙头 那么这个 作为一个学派 一个宗派 他一定要有一个领袖的人物 那这样呢 把他的思想拎出来 他就可以统帅 这样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旗帜很鲜明 就很有力量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个宗旨 那我们的宗旨体现在 理论上 就完全一具 善导大师思想 那么在实践上 我们也是依据善导大师的思想 来建立我们 深俗大众的修学行义 比如说在我们的宏宴寺 那不管在方方面面 在这个上殿啊 过堂啊 在我们的牌匾啊 对联啊 文化的宣传啊 殿堂这个里面本尊的供奉啊 这所有的外形的建筑 还有他的文化的标识 他都一个核心 就规矩到善导大师 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在这种特点情况下 他当然他就会形成一种 任何一个人 只要来到这个寺院道场 他就有一种明显的感受 他有一种邻居力 就他的方向不会散 他让你信仰当中 一个明确的指向 他还很便于寺院里面的管理 这样的话 跟他不相应的人 他就会觉得 他就离开了 他只要走进来的 就是心望一处使 所以同心同德 他很显然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这个就省了很多事 就像红颜寺 你走进去 他很干净 很整齐 但其实这个是自然形成的 像我们的广场上 连一个卖箱的都没有 当初建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说 我要在这里卖念珠啊 我要卖箱啊 所以说我们建好了 一个都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的气氛 让他觉得 他也没有这样的生存市场 也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走进来也很干净 这都是我们的信众年有 他们自发的 我们也没有请工人 有余的地方 可能还请环卫工人 这个都做得很不错 我很感恩大家 那这个是钻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时间比较久 这十几年来 我们都是走这个 善导大师进度思想 这个路线 那第三呢 就是信众基础 还比较广泛 大家也可能会口口相传 第四呢 也就是有一定的红法成效 举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红原色到现在 我们所流通的经速法本 大约有九十多种 那么这九十多种 从数量来看并不是很多 但是它在于是哪里 它几乎都是原创 那么这样就是相当的数量 因为也有一些寺院道场在流通 那往往呢都是 翻印啊 课本 当然我们的书有几个系列 像经典 祖师的著作 不是我们的原创 但是加入了很多的后续工作 比如说对它的标点 重新排版 这个 加科判 加梅柱 加表格 加苏理 同样一本书 比如上个大师全集 可能就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 它才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这里边也有很多的劳动 那么其他的书啊 大大小小的出来 都是跟这个法门的法理基础 一脉相缠的 连续不断的出来 那这样呢 也就在信用当中形成一定的影响 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谈一下 善导大师净土思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 这个我想一般的网友比较陌生 首先善导大师这个人 他比较陌生 第二个 他的净土思想到底是什么 这当然比较专业化一点 那么简单介绍 善导大师啊 他是唐朝人 不是现代 中国佛教最鼎盛的时间 就是在隋唐时期 那我们中国佛教呢 有所谓八大宗派 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的差别 就在于他是宗派佛教 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之后呢 就形成了这个八大宗派 这八大宗派 他的形成的必然性 和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可以讲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其中呢 净土宗 就是八大宗派当中的一宗 而且是 时间 悠久 信众基础非常广泛 生命力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宗派 尤其到了现在 其他宗派可能听到人更少 那么净土宗大概也有人不一定很了解 但是一句奥弥陀佛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那么只要是念奥弥陀佛的 就可以把它 简单的说 就归入净土宗就可以了 因为奥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 所以他这个呢 就属于净土这一方面 那么隋唐时代 善导大师这个人物呢 他是开创净土宗的祖师 大家先了解这么一个人 在我们佛教内部 他享有非常高的生育 他被称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么在他的念佛呢 在隋唐的时候 他每念一声佛 口中就有一道光出来 那这就是说 他有很深的证物的功夫 证物圣经 所以呢 唐朝的高宗皇帝 就有一个 善导大师 有一个封号 就称为光明大师 是因为他念一句佛 就口中出于道光 那我们当然 我们凡夫都没有这样的 三昧定力了 这是三昧神通力 所显现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这净土思想 在中国的佛教界 是很普通的 就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 都在弘扬净土 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思想 那么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他就是很纯粹 很有系统性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宗派的创始人 那么他的传承 就是一句谈论和道错 所以他的思想 当然不大今生的 那我想呢 对于一般的网友 大概也很难深入的 短时间之内来了解 我用两句话来说明 八个字 就是本愿称名 凡夫入报 这两句话 八个字 有四项内容 首先就是本愿 本就是根本的本 也是本来的本 愿就是愿望的愿 本愿这两个字 在大乘佛教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 这个小乘佛教 升华到大乘佛教 主要就是有本愿思想 就是有佛菩萨 他因地发的誓愿 就成为本愿 比如说地藏菩萨本愿 钥匙入来本愿 释迦佛的本愿 就他在累劫修行当中 他原来发了什么样的誓愿 我怎样要利益众生 我怎样上去活到下发众生 我的愿望怎么样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土 怎样来救度众生 帮助利益众生 这个发的愿 就成为本愿 那本愿呢 也有所谓的通和别 通愿就是各菩萨都共通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句话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场 这叫四弘试愿 那么接下来特别的试愿 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 钥匙佛十二大愿 这个都属于别愿 特别的 那么我们上试大师的净土思想 他主要强调的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就是说 是靠阿弥陀佛的 他因中的本愿 现在已经实现了 这个愿望实现之后 他就有一种力量 那么这份力量呢 就会给众生利益 所以简单讲叫做本愿力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你想发心 比如这里一条河过不去 那么我想建一个桥 这是我的本愿 那这个桥 你这个愿也没完成呢 好 这个愿如果实现了 这个桥就大起来了 你的本愿就展现了一种力量 那任何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桥 走到对岸去 那么法藏比丘 他当年发了愿 就阿弥陀佛的前身 叫做法藏比丘 他发了四十八个愿 就成为本愿 其中有一条愿 就说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我这个成佛的名号 只要重视你来念我这 成佛的名号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我就以光明来保护你 让你现身呢 可以平安利乐 临终我就建议你到我的净土来 永远告别娑婆世界 礼玛世界的苦恼 到我的净土成佛 这是我的本愿 那么这种本愿 经过了无量节时间的修行 已经成就了 我们经中说呢 阿弥陀佛成佛十节 十个大节之前 他就成佛了 他叫阿弥陀佛了 不再叫法藏比丘了 那么他一旦成佛 就标志着他这种愿望 已经达成 这个桥 从苏卜世界到极乐世界 这个桥已经建好了 那么任何人 你只要念他的名号 就等于跨上了这座桥 你就可以通过 通过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告别迷茫的此界 痛苦的此界的深渊 走向幸福的彼岸 所以这个称为本愿 那么本愿下面讲的称名 称列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当中所规定的 因为众生 像我们现在的人吧 大家工作也很繁忙 内在的烦恼也很深重 外在的环境也很恶劣 工作很忙 你要让他到深山里面打坐修行 要修行戒律 禅定 智慧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没有达到 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很难达到 那么阿弥陀佛当初的发愿就说 这些都属于难行道 要靠自立的修行可能很难达到 那现在呢 靠我本愿的力量 你只要称恋我的名号 所以这叫本愿称名 那么称名谁都可以做到 就是口中称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只要你们去到出家人 或者像我们出家人走出去 小孩子看见我们 他会自然喊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他会自然的喊这一句 那这个名号就出来了 所以不管老人小孩 有智慧没有智慧的 如果要学习经典 可能要诗字啊 要解悟啊 可是这个名号谁都可以念 你念你就得到 你念佛就听到 佛的光明就会照耀到你 所以这个本愿称名非常简单 也非常殊胜 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的来源 因为一般人理解不到 以为说说我很虔诚 我要念佛 他如果知道这是本愿的话 他就知道 这是阿弥陀佛在呼唤我们 他要求我们说 你念我名号 我会给你好处 就他的来源 这样我们心中跟佛呢 就很容易沟通 所以这个是第二 称名是刑法 本愿是一个根本的理论基础 那么称恋阿弥陀佛呢 是他的一个 修行的方法 这个修行方法是阿弥陀佛给你选好的 就像爸爸跟小孩子讲 小孩子他不会走路 也没有力量 也不会煮饭 那爸爸就说了 你要吃饭 饿了就喊我一声 那小孩子妈妈 我饿了 爸爸饿了 好那好 马上给你做 阿弥陀佛很简单 你需要什么 你就要念阿弥陀佛 我就来 我来成就你 所以这个思想 就所谓的他力思想 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今天这个人 听到这样的思想 应该不陌生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用手机 我昨天听到个信息 我们中国有十亿部手机了 那么过去你要找一个人 你一定要跑断腿 喊破喉咙 甚至你要找一个人 你要在茫茫人海 一个人到杭州去了 你怎么去找他 你根本就没办法 而现在手机 马上找到他 这就是科技生产力 再比如说我们出门 在交通当中 那你不敢想象 现在我们一个小时 就可以从这里飞到北京 那靠什么呢 靠飞机的力量 他把我们从此处运到彼处 这是我们身体上物理的作用 那么佛法是心法 它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提升 从此岸把你运载到彼岸 关键你的心 归不一样 靠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的心归命于阿弥陀佛 它的能量 它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能够把我们从苦恼的深渊 给你运渡到西方极力净土 所以这样我想通过我们现实的例子 我原来就是去航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 确实能够非常说明这个问题 而且关于这一点 我也专门写了几篇文章 来让大家了解 佛法的 他力救度的思想的 一种简便 殊胜 这就讲第二称名 第三呢就是凡夫 凡夫就是说 善达大师净土思想 他所主要针对的对象 那么一般的法门 他对修行者是有很高根基要求的 要么要求你出家 一般的出家还不行 你还要深山苦修 最基本的刚才讲到三个科目 叫做三学 就是戒定会 首先是严格的戒律 戒律做不到 那就不要谈修行 那戒律在家就五戒 不杀生不偷盗 不协盈不忘语 不饮酒 这个是最根本的五条 这是在家人的戒律 那出家人就更多 更细微 接下来 与戒律的如法的生活 你可能会遮止很多的障碍 这样心呢会慢慢的调伏 你才有可能修定 如果你不吃剑 你在那个山洞里打坐 那你要吐血 狂了就分出来 你定不了 你妄想纷飞 所以通过戒律的训练 才有可能走向修行禅定 那么禅定 就是禅定的功夫再生 仍然不能解脱生死 因为禅定是供外道 也就是说佛法里面有禅定 道教 其他宗教 世间法 也都有禅定 那么禅定之上呢 必定呢要启发 佛教所讲的波忍智慧 这是佛教所特别的内容 无我空心的波忍智慧 这个智慧产生之后 是无我的 那么这样 所有的弥骂就切断了 你才可以处理生死 这个就成为难行道 这样的要求的人 是圣者的根基 那你要亲近的 严格的持戒 我们近代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道 就洪一大师 那洪一大师 是弘向戒律的大德 他自己怎么讲 他说 我是连五戒都持不亲近的 想到自己这么多年出家 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从内心里面 像一个畜生 像这样的话 我们听到就感到很震惊 就觉得这样一个祖师大德 他怎么能讲这种话 是因为他真正的拿到 佛法的标准 尺子 来衡量 这个镜子来一照 才知道内心多么的污秽 修行多么的没有力量 所以他不会来骗人 所以这样 他要求一个圣者的根基 做我们凡人来讲 你就是高山洋指 你很向我 但是很难达到 所以上大德大师的 进出思想 他是展现凡复为本 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怀 因为救度的法门 就说我们这样的人 为什么需要救度 因为我们罪也重 我们烦恼重 我们有很多不自在 自己没有办法 比如说一个蜻蜓 它现在铺上了一个蜘蛛网 它越是挣扎 只是给蜘蛛 传递信息 很快把它吃掉 那么它要离开这个蜘蛛网 一定要有人把它网给它打开 把它放出去 我们也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间 妻子啊 儿女啊 烦恼啊 世界啊 每天那种所想的 不离开贪嗔痴的 所以我要自己也讲 我们凡夫的众生 一方面知道贪嗔痴不好 但是离开贪嗔痴 你日子都过不了 你就这样的凡夫啊 烦恼的罪业众生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要靠自己 要解脱 要成所 谈何容易 所以呢 这样凡夫的存在 也就是普通大众 云云众生 他内心可叛的是一种 圣洁的 高尚的 慈悲的 救度的力量 而善大大师 他所 产发出来的 阿弥陀佛的 救度 正是这样 所以呢 他是任何凡夫 都能够展现 光明和希望 这叫凡夫 那么入报 四个字呢 两个字呢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救度的境界 这个 就更加专业 入就是进入 报是报土 报土呢 他是佛教 里边特有名词 他相对于化土 就是佛成佛之后 他是住在净土里边 那么这个净土 是佛的修行 所感的 那非常的清净 专业 一般人 你是够不着的 你没有那个觉悟 你达不到这个境界 那么佛的报土境界 按照通土的教理 是要达到 像原教的 初诸以上的菩萨 他破了无名 正无了法身 跟佛的境界 气氛呢 有一定的 就 这个交集 他才有可能 打个简单比喻吧 就像这个帝王到皇宫 那你要是 这个大臣 你才可能到这个皇宫 你老百姓哪 怎么可能到皇宫去呢 你就是地方大员 也不行的 所以有佛的报土境界 只有大菩萨 他才有可能身在报土 可是呢 众生都要亲近佛 佛也要度众生 那么这样呢 他 这样不就分开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佛呢 叫化现一个土 这个化土 是用众生的根基来显现 那么你是在哪个层别上 他化 世现这样的一个国土 然后让你呢 可以在这里生存 在这里得到教化 比如像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个世界 就属于会土 那么释迦牟尼佛化身 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当时呢 对于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的净土 有两种解释 一个说凡夫 可以去 不过凡夫能去的地方 总不可能是佛的境界 那就是次一点的 就是化土 第二种认为说呢 阿弥陀佛的净土 太超越了 比十方诸佛净土 还要清净 还要光明 还要优越 那不可能是化土 那是佛的暴土 就佛本身的境界 但不过呢 凡夫不能去 那么凡夫不能去 可是金中文说凡夫可以去的 那么他们怎么解释呢 他这个叫做别时义 这就是鼓励你的 安慰你的 其实是不能去的 是你 怕你说不能去 你又退心 然后就说可以去 那么这样的 你经过了 深深事实累积的修行 到了那个时候 你才可以去 那么这种思想呢 就把整个净土法 就是一个 就是大家就没有信心了 那么善老大师出世呢 专门说明凡夫 就可以到达弥陀的暴土 这个凡夫怎么可以到暴土呢 所以他就有一个问答 凡夫靠自己的力量 化土都很难达到 暴土如果靠自己的力量 阿罗汉的胜者都不能够 阿罗汉都是胜者了 都去不了 那你凡夫怎么可以去呢 还是归到第一个 就是靠迷途的本愿力 那么既然靠迷途本愿力 约我们到北京 要你马拉松运动员 让你一个小时也跑不到 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话 老太太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得到了 靠什么 靠飞机的力量 所以他这个思想呢 这四句话 第一就是本愿 这是他一切理论的来源和基础 第二称明 那么称明也是本愿所规定的一个刑法 修行很简单的 容易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念 那么这样称明呢 是凡夫可以做得到的 是为了我们这些失能工商 一切的普通大众所设定的法 那么他所得到的利益呢 是直接往生到阿弥陀佛来 真实暴徒去的 这就是所谓的本愿称明 凡夫不暴 关于这个暴徒和画图 我想举一个比喻 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我曾经到深圳 看见一个景修公园 景修公园就把全国 甚至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景点 他做了一个小的模型放这个地方 那么实际上你当地的人 你比如要出国 你没有机会 或者没有时间太远了 那么你就到这里看一下 但是你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跟你真正的 比如说这个比萨斜塔 或者是法国的凯旋门 它和那实际上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不对 他比如在这里搞一个假的山脊 说是黄果树瀑布 那么和真正的黄果树瀑布 那是不能相比的 也就是说画图 就好像佛菩萨 他给你做一个V型的景观 你不能到真正的暴徒去 我给你做一个 让你来看一看 那么他跟真正的暴徒 那差别非常的大 而上大大师的思想说 我们任何人凡夫 平常的人 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直接到 佛本有的真实的暴徒的境界 那差距就非常非常大 简单 就给大家接受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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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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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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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